愛情這種東西 你用對白講出來是很噁心的 有時候很噁心 可是唱歌就不一樣了 然後唱歌的目的 唱歌的目的其實只是用音樂 用歌詞跟旋略的東西來表達 用對白講出來會很噁心的 是另外一種享受 然後同時也在戲劇的表演裡面 他說他正在籌備一部音樂劇的電影 我們一聽到電影其實會有點挫 因為感覺上就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計畫 一定跟我們同類人會喜歡這個東西的 所以我們不孤單 加油 我覺得我們比較前期的這個歌詞創作 比較多的狀況是必須你要去摸索 憑空想像 就是當一切都還沒有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男主角是誰 女主角是誰 可是你就可能在你的腦海中間 你就必須要去創造一些情境 其實我們在挑選這些演員的時候 幾乎都是在網路上認識他們 那麼除了Sumi以外幾乎都不熟 完全不熟 然後把他們所有的YouTube看過以後 下定決心就是這個 找來彈就定了 我們做音樂這樣 我們從來沒有碰過一次可能要上來這麼多歌手 有一種那種精神分裂 今天要碰這個歌手 明天要碰這個歌手 可是都是不同的方式 老師聽他們唱歌 聽劇情的需要 會有一些想要去改變他們的一些 聲音的特質的這個部分 會去修改它 希望他們自由一點點的方式 幾個最重要的歌手 他們還沒出現之前 就已經把這個歌給確定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底下 其實是一個 其實很挑戰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還很擔心 我很擔心說糟了 導演已經確認了這些歌 可是要放在一個 我現在沒有 不知道他的聲線 他的樣子 他的臉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個人特質的角色底下 所以在後來經歷到這個 演員確認了的時候 就開始了我的一個 嗯 要綁一個袋子上面寫必勝的一個 十幾 不會是我的好日子嗎 祝福我吧 Yes 今往前一點點 好 Pitch 今天今天是情人節 我該擁有最美麗的愛情 愛情 愛情 的愛情 可不可以 的愛情 的愛情 試試看 看 在音樂錄音的時候 對我來說是一個蠻大的 挑戰跟衝擊吧 因為 我其實很少在音樂上 跟這麼多人的不同的前輩合作 然後也幾乎都關在自己的小小的世界裡面 做音樂啊 做表演 他們唱得好 完全是他們天賦啦 應該說他們的天賦 讓他們唱得好 可是他們是沒有訓練過的 沒有被訓練過的 所以 對他們來說 唱歌好聽就好啦 老師說 不是好聽就可以解決的 你是歌手 你不是路人 唱歌好聽而已 你要讓人家 能夠感動 唱出讓人家有怎麼樣的感覺 對 就是很多唱歌的方法 因為這些歌曲都不是我們平常 大家每一首都可以駕馭的東西 今天一次我們四個都要 全部都要有點像是要熟悉它 我要唱歌給我們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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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我的世界的愛 三萬年有心想 一上去朝上 沒有五六個小時 八個小時 下不了三的耶 還來得及 第一次去的時候我還蠻放鬆的 一錄完的時候我整個自信就被擊垮 老師很嚴格 但是他必須告訴我們說 因為電影跟唱歌還是 是要同步進行的 所以有些音準啊 或拍子上是一定要做到百分之一百 對 不然到時候配戲劇的時候 就完全對不到嘴巴 因為我們都要現場收音的 這還是要在拍子上 愛情 愛情 愛情是一場太陽雨 讓陌生的熟悉 讓熟悉的陌生 因為電影是這樣子嘛 每一個人的個性 他一定有非常非常極端的個性 他個人特質這麼樣子的極端 你在整個做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主導這個事情 我們要去抓到 挖到我們要的東西 或者希望它能夠呈現出來 是那樣子的我們的標準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是 是很辛苦的 我說話多麼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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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電影就要開拍了 然後就希望一眼不要到處於大家的畫 我們在一起到處 所有他的唱法都是直覺 而且我覺得 那個第一天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滿 就是非常非常驚豔 又覺得 怎麼有這樣子的女生 怎麼有這樣子的歌手 我想說 可是當真正進入了工作狀態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 我覺得最考驗一個歌手的時候 那小球就經歷了這一塊 還真正進入音室的時候 他膽怯了 當累著心碎 背著一次 指尖一點痛 你會更記得 我是誰 要玩 要試 麥克風自邊的耳之人的耳朵 你說不到東西呢 因為他知道了這個 這個是一個 我們講說 會是一個龐大 而又漫長的電影 而且大家會付出 非常多的心力的時候 我覺得 他還沒有習慣於那個壓力 所以在剛前期的時候 小球的聲音突然不見 我見到音樂老師的時候 因為他們每一個 都是非常非常專業的 所以在 我覺得在某一些程度之下 當然就是會有一些害怕 然後包含在 中間的過程當中 因為他們的專業 會讓你覺得自己 怎麼樣都做不好 怎麼樣都沒有辦法 達到他們的 標準跟目標的時候 你會 我當下就是更討厭自己 就是沒有辦法接受啊 為什麼就是辦不到 不用管他們想要什麼 你先管你要什麼 不是聲音老 或是年輕的問題 是你心情 大家在出來的過程 這件事情讓我很緊張 因為我不覺得 我自己是 有資格說話的 看他們在練唱的時候 我也很擔心啊 因為我覺得 這些現代年輕的歌手 很少被調教過 今天今天是情人節 我該擁有最美麗的愛情 你知道為什麼唱不上去嗎 因為你每個音都是用斷句唱 你每個音都是 今天今天是情人節 喔喔喔喔 今天今天是情人節 喔喔喔喔 我充滿到的感覺 就上去了 連在一起就上去了 因為你都斷了 所以你每一個音 音都要從底再點高 而且 到最後 嘴巴張大 留給最高音 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緊 因為我不知道 自己到底要 把聲音變成是我自己 原本唱歌的樣子 就是比較中音的部分 還是要 像角色一樣 就是要回到很年輕的聲音 很年輕的聲音就是改變了 身體裡面的 唱歌肌肉的共鳴 可能是 調到比較高的發聲位置這樣子 但我那時候就是想不通 那你是很容易很敏感 我想說 我這句唱不好的話 你就會開始說 你應該說 說說 我忍不住 想跳舞 圈圈圈 它是連在一起的 可是它還是 你不會喘 你唱的比較不會喘 要跳起舞來 這樣有幫助嗎 有 我在編的時候 我都跳著編的 開玩笑 所有的歌都是從身體的律動來的 所有音樂都是從舞蹈的 我們在他身上花的時間 真的是比較多 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找演員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一種 一種很特別的命 就是我們選的都對 就是性格上你知道那樣子 可是要怎麼去解決 他這個性格上不能夠應付的 是 的那個狀況也一樣困難這樣子 對 可是 但是你還是在拍子上喔 你還是要在拍子上喔 拍子好難喔 Hold住這邊唱 你試試看 你說不要動喔 對 煙氣燈好 陽光真小耀 別讓心 寂寞 像挑戰 一條 再一條 小的命不飽了 好好好 快樂有鬼 OK 快樂有鬼 星星 星 你還差了半個半音喔 星 不是 星 所以愛情變成了了 你的門關了 星又經過了 我們卻不過 我們卻不過 衝不去 衝不進來 開心 放心 開關 開了 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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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的演出 他都像Livestream 現在就出去了 你沒有第二次的機會 而且 四個大投影機 四個攝影機 四個人都在那裡 你不能哪一塊 是浪掉的 他們每一個的呼應 四個人 都在那裡 都沒有 怎麼了 因為我昨天就覺得你不對了 我把包裝緊張 昨天啊 所以難怪我昨天覺得你怪怪的 還好 不管你的心情怎麼樣 不乾淨 周邊的身邊的人 慢慢變 你都可以不演 沒事 沒事沒事 你爸還好嗎 我們剛剛看得出來 我們就不到 可能那時候剛好他的父親 身體也有一些狀況 但是 你可以感受到這個小女孩 其實他身上背負了很多東西 並不完全像他 表面上看起來的 永遠笑笑的 永遠是一個很開朗的樣子 這個女孩子其實她心中 像迷宮一樣 別人進去會迷路也就算了 甚至有的時候 連她自己走進去都會迷路 導演就講說 那我們要不要找小阿姨一起 就讓她旁邊有一個伴 因為反正 在戲裡面 小阿姨也是一直守護著 這個外甥女的一個角色 如果我們的生命是注定 要服務大眾的話 除非你旁邊那個人 是可以願意陪你 往這個方向走 支持你 否則就是前半 你還不如一個人 跟著其他的工作同事 一起六千走 這件事情 會比你被鎖在一個固定的家 來得有意義 我會告訴自己說 演戲是一件好玩的事 我不要做重複的角色 一定要每次不一樣 這裡是重點 我好想遇見一個人 然後 稍微說一點 這裡如果是你的100% 這裡就是85% 我的情緒是 我好想遇見一個人 相信我旋輪 卻看了永遠 那都要內心進去 我可以的 有我的愛 我好想遇見一個人 相信無聲論 卻討論永恆 而她的手指 能幫玫瑰出紙 什麼經濟她不當一回事 就是覺得她很像我小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一個很封閉的人 膽小 她沒有自信 然後其實我覺得我很努力 她可能有時候是自我要求過高 然後重點是不夠自信 但是我們看她其實很好了 但她自己又覺得自己追求到 一定要到怎麼樣的程度 有時候那個壓力一來的時候 自己就會退縮 然後就會開始懷疑 然後也剛好這個角色 我又是她的小阿姨 就是在台北唯一的親人 所以我就 從第一天開始 我就希望我像她的 真是像小阿姨 或是像她的親戚一樣 音樂上我就是用這個方式 去跟她接近 所以我覺得看她很心疼 就是很像 很像我小時候 在這個圈子受挫折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一定要讓她覺得 在這件事上可以幫助她 在她的手上會擁抱著女人 心裡那隻 有此的夢 其實很謝謝永華姐啦 就是她在開拍之前的 在山上的錄音的過程當中 她就給我很多的鼓勵 因為她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可是她真的很像很純真的孩子 你就覺得她好好相處喔 她怎麼那麼nice啊 然後一點都沒有架子 而且真的非常溫暖的一個人 小心 情人節快樂 就你 有一次 來就位 好恐怖 看她翹翹翹翹 多星期 看她翹翹翹翹 多星期 不知道 多星 看她翹翹翹翹 多星期 鬍子是一種很棒的調情工具 柳澤你再說一遍 我們在錄Vocal的時候 還沒有那麼的覺得 他們的Vocal有個match 沒想到在片場 看他們兩個的對戲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chemistry 就是他們的化學變化 其實是在 是在戲的過程當中 約下囉 1 1 3 4 女人總是難愛情量為難自己 在點頭之前拼命的挑剔 那點頭之後 我們卻變持有難題 有預期的 誰讓我們收來原因 活到幾歲 妳還不知道情人節很重要嗎 導演好嚴苛喔 情人很重要 這一次在拍花式的時候 據說有一百多個人在現場 也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人可能 表情不對 話沒有接上 或是什麼的 這一咖就沒有 這一咖就完全沒有 其實剛開始開開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滑那個 十階的那個樓梯 其實味道每次都有視頻 我看他每次都成功 我都覺得他真的是超棒 但是我試了一次還OK 第三次的時候我摔到五次了 休息一下會比較好 但是主要是 動態要跑的時候就會 很痛 很多很多的狀況 或者是突然間推車拉不動 或者是時間沒有抓好 沒有辦法在對的時間點 上到那個中間 公超中間 還要拍反 當所有人指定 都來到人你的腦子裡面 你也知道自己剛剛沒有做好 好 不然用這杯金桶 好 OK 不好意思 沒有 已經禁止了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第一次演戲 然後又造成很多人麻煩 教練講得很好 好 不好意思 其實他是屬於那種 是有點極端 就是自信跟自卑同時存在的那種人 這樣子 那我反而是希望 他可以 他可以再自信一點 更自在一點 第一身其實就是在戶外裡面 今天會是我的好的 你的那句話代表所有的人 所有人 我們現在是你們演完之後 我音樂 我剛剛已經講了 有可能全部重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我們愛這部電影 今天早上 老師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在跟我們大家說話 其實我當下沒有想要哭 沒有想要哭的原因 不是我不想哭 而是我覺得我要忍住不要哭 因為我們今天要錄那個 今天是情人節 片頭這麼的開心 如果我把自己弄哭的話 那等一下應該會 需要再花更長的時間消化 現在的你 坐在這邊的你 OK 長大了 我們都好了 都準備好了 加油 抱著家 再講 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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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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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種氛圍 不同於每一個昨天 會再何時 烈烈清楚相連 誰都該聽見 一句我愛你 一句我愛你 誰都該聽見 一句我愛你 好笑 好 大概是就這樣 很好 入完 有了 有了 結束了嗎 結束了 結束了 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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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了定了定 你也不跑了吧 好笑 因為其實 合作這件事情 它其實就是在找尋一個共通的方向 所以那個溝通的方式 不管是怎麼樣 一旦它找到了 它會進行得非常順利 第一次調整到一個位子 跟談戀愛一樣 那不就是你 不就是我 親手中想了每一朵 我覺得宇宙的安排就是真的很奇妙 然後把所有人都兜在一起 就 我覺得我不確定以後會不會有這樣的體驗 但是現在這個體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很幸運 我覺得我很幸運